Hello,大家好,我是一鸣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最新的阿南德预言 就在我们觉得新冠疫情已经过去的时候 一种名叫德尔塔的病毒在全世界疯狂的蔓延 首先我们来先介绍一下阿南德 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他 他是一个印度的神童 传闻说他从10岁开始学习印度的沸陀占星术 但是14岁他已经完全学成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是沸陀占星术中的高手了 因为他在2019年8月份 准确的预言到新冠疫情的爆发时间 所以说他成了一个世界级的顶级网红 具体赚了多少钱 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而在今年6月份 他在外网上说 从星象上来看 沐星正在逆行靠近土星 当时我听到这个说法 感觉一脸懵逼 然后勤勤恳恳的去找杜娘问了一下 本来想着沐星不是和地球一样 都是绕着太阳转吗 他怎么会逆行呢 难不成他真的要反着转两圈 后来呢 才发现原来是运行的速度不一样 地球呢 绕太阳转一圈 需要一年的时间 那么木星呢 绕太阳转一圈 则需要12年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在地球上看木星 他就像在道德转一样 我们接着说预言 安南德说 从星象上来看 木星呢 正在逆行靠近土星 时间呢 大约是在9月14号 其实啊 在废陀占星树中 木星呢 是集星 从星象上来看 木星呢 正在逆行靠近土星 土星呢 在废陀占星树中 是一个凶星 11月21号 他们就会分开 也就是说 9到11月 是相当不寻常的一段时间 木星在占星树中 象征着权力和责任 所以说他每次逆行阶段 都会对世界和社会 产生一定的影响 很多的意外事件 都是在他逆行过程中发生的 而这次木星逆行时 他将进入摩羯座 安南德说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所以说呢 他就大胆的预测 这可能象征着 9月到11月 这个时间可能会发生 什么大事件 很有可能是很多国家 发生一波新的疫情 这个很多国家 就包括了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还有美洲国家 亚洲国家 重点关照英国 美国 印度 还有日本 安南德说 进入7月份开始 动荡就会越来越明显 现在7月份已经过去 进入8月份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 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些什么吧 然后呢 我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 占星树 废头占星树 是以地球为中心 观测太阳 月亮和行星 在星盘上的位置 以及每个行星 以地球为中心的夹角 以这个依据来预测胸脊 在世界古文明中 有三大星象 占卜系统 分别是欧洲 占星树和中国 占星树 以及古印度 废头占星树 欧洲的占星树 从古到今 不管是从内容 还是从占卜的方法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感觉就像 塔罗牌 或者是星座之类的 就属于是欧洲 占星树的一个分支 而中国的古代 占星树呢 大部分已经失传了 剩下的古印度 废头占星树 据说是从古到今 保留最完整的占星树 也是最原汁原味的占星树 大概也许可能 好像印度人认为 占星树真的能解决 它们的所有问题 在废头占星树里 太阳 月亮 水星 这几个星是中星 而木星 金星是极星 土星和火星是凶星 剩下的呢 还有两颗虚拟的星 分别叫基督和罗猴 当需要占卜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要以地球为中心 来看两颗行星的夹角 当行星之间的夹角 在某个星座的背景下 接近于从和的时候呢 这个就叫做和像 在所有的星位中 和像所产生的能量 是最大的 那么重点来了 和像发生的时候 结果到底是极是凶呢 首先呢 要看是什么星像结合 如果是极星与极星的相结合呢 那当然是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如果是极星与中星相结合呢 那也是正相位 结果也不会太差 如果是凶星和凶星相结合 那当然是大凶兆咯 如果是极星和凶星相结合 那就要看一下 在哪一个星座的位置上了 具体是什么情况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下 安南德说 经过他最新的判断 疫情想要得到缓解 得等到2023年4月份 才能得到真正的缓解 距离现在还得有一年多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 木星终于离开了土星 开始进入了双鱼座 情况才会真正的好转 灾难不会瞬间发生 也不会瞬间结束 还说 有的灾难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 有的是无法观测到的 安南德说 这些听起来可能会有点糟糕 但是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 他说一切的霍乱根本源都是业力 解决的办法就是遵循传统 增强免疫 走进自然 暂时的离开科技产品 保持善心 信神 就会改善你的危机 而且呢 安南德对疫苗是非常没有信心的 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大规模的接种疫苗的国家 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疫情 所以说 安南德所说的 是不是长期的风险呢 这方面还得需要观察 安南德说 从6月20号到11月底 这段时间的全球经济都会很难 这让我想到了日本东京的奥运会 我感觉不仅是没让日本赚到钱 还让他们雪上加霜 而经济复苏的第一阶段 是从2021年11月21号以后 在那个时候呢 木星将离开摩羯座 进入水瓶座 不过呢 在复苏的过程中 安南德说可能会有反复 在2022年4月份的时候 那就要相当的小心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 火星和土星相结合 两个星呢都是凶星 是凶兆 4月份过了以后呢 就是第二阶段的恢复了 直到2023年的4月份 第三阶段的开始 那才是真正的经济复苏增长 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呢 我们就来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白了个白